关心有是不是诈柴呢 来看到这是在台湾呢 一名中年女子 她在交友网站上认识在 马来西亚的这个奈吉利亚的男友 怀着嫁入皇室的梦想 贵了上千万台币给这一名自称王子的嫌犯 以为可以帮她缴完遗产税 就可以当上王妃 没有想到最后全是一场空 照片中穿着华丽的非洲服饰站在游体上 或是汉明贵跑车合影的 就是奈吉利亚籍的男子 企图假冒是非洲皇室的后裔 透过交友网站诈骗一名台湾女子 奈吉利亚人士谎称是非洲皇族的后裔 拥有大批财产 需第三者来协助继承 那么事成之后呢 可以给10%的佣金 出估在美金300万 所以这个台湾女子因而信以为真 这名台湾女子怀抱着嫁到皇室的梦想 前前后后汇了台币1000多万帮她缴税金 到教会告解后 身份发现情况不对 带着她到刑事局报案 警方追查后发现 这个以奈吉利亚人士为主的诈骗集团 相当有组织 分工集系 全部都长生在马来西亚诈骗 有人负责找银行账号 有人负责网络布局 台湾和马来西亚警方 用银行账号追人 才成功破获 受害的女子 包括马来西亚附近周遭的国家 详细的数字还在统计中 这个集团深知单身女性 不甘寂寞的入点进行诈骗 警方也特别提醒 透过网络恋爱的女性 要小心查证对方的身份 以免受骗 春旋林世宏林立成台北